接著我們要上的內容叫海洋 第一件事情叫海洋的地殼 我們前面教過了 陸地上地球有被海水覆蓋的部分叫海洋 那你的地殼叫做海洋地殼 跟你說過了它比較薄但是密度比較大 主要的組成岩石是玄武岩石 這我們古時候教過了 海洋地殼比較薄密度比較大 我說要備好以後要用 它主要的成分是玄武岩 然後整個海底地形從陸地屬到海中間有大陸邊緣 陽底盆地跟中央擠 然後就記一下 然後請你看一下這條黑黑的 請你看一下這條黑黑的 這條黑黑的未來要用到 看它的形狀長相 這條黑黑的我未來要用到 最靠近陸地的叫大陸邊緣 中間這塊叫陽底盆地 然後呢海中間叫做中陽井 中陽井有大陸邊緣陽底盆地跟中陽井 OK 大陸邊緣有你們曾經在地理上教過的事情 大陸邊緣有你們在地理課本上教過的事情 有大陸棚跟大陸坡 大陸棚就是 大陸棚是什麼意思 大陸棚問一下好了 反正閒閒沒事啦 來 來一位帥哥或美女來告訴我大陸棚是什麼玩意兒 三二 三十二 起立 大陸棚什麼意思 按示答案水深噹噹噹噹噹噹之內的 請坐水深兩百公尺以內坡度平緣的叫大陸棚 大陸棚不是兩百海嶺 兩百公尺啦 大陸棚 大陸棚 坡度的叫大陸棚 請記得在地理上可能講過 台灣海峽這邊屬於什麼地形 大陸棚 東邊什麼地形 沿岸 沿岸沒錯 大陸棚 海底是大陸棚 這有原因的我們先不管它 所以呢 台灣海峽這邊是大陸棚 西岸是大陸棚 東岸是大陸棚 大陸棚坡度比較遠 你現在有一比四十一比一千的 你又不要管 OK 好 就要用 然後呢 這個看完就算了 我有人 我們學校考試的時候 有人寫過這個 但是呢 你可以不用理它 有陽底盆地 有分做深海平原跟深海丘陵 好 深海平原跟深海丘陵 有看一下就好了 我們的學校考試曾寫過 但是你就看看就好了 拍一個重點叫做中洋棘 拍一個就叫中洋棘 以後再說 中洋棘是重點 以後再說 好了 海呢 海洋 海洋有分兩個一個叫海 一個叫做洋 洋就是大隻 Ocean Ocean 大隻的 比較大隻 有三大洋 有三大洋 有人把北極海放那邊四大洋 如果北極海當作洋 三個有點習慣 不論是太平洋、大西洋跟義度洋 太平洋最大隻 然後有島湖 國中不教島湖 我上課會提向海東 然後呢 還有火山活動 我有一個最深 最深叫做馬里亞納海東 有一萬一千公尺 也就是說它比深風還要高 先把樹洋放下去 海東不吃完 石都不吃完 一萬一千多公尺 一萬一千公尺 對 太平洋最大的 然後呢 馬里亞納海溝最深的 最深的 OK 大西洋 然後呢 這一句話未來要提到 東西幾乎被剩 這一句話未來會提到 未來會講話 海溝很少 地鐵穩定 海洋很淺 最淺的海洋 印度洋就是 既在中間 欣賞一下就好了 圓海 大概會講 什麼叫圓海 就是沾大洋 大隻的叫洋 Ocean 小隻的叫做 海 C S E N C 深度跟面積都比較小 叫做海 它的岩度的變化 及洋流 這些東西都會受到大洋的影響 然後呢 大洋的影響 它沒有什麼獨立的潮汐的系統 根據它的隔離度分出了兩種 一種叫做 圓海 位在大陸的邊緣 基本上 基本上有跟大洋相通 只有一些東西 基本上大洋相通 比如說 東海 東海 比如說白領海 叫圓海 另外我們叫做大陸海 基本上是被陸地包起來 只有一個角落的 是跟大洋相通的 就是我們以前講的什麼 地中海那一種 紅海那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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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大陸海 所以我分這兩個 看一下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回顧我們之前看過的東西 霍雅飛交進 我說過的 里海 鹹海 是在是什麼 是湖 對不對 黑海 地中海 紅海是海 那現在是屬於什麼海 大陸海 大陸海 這一個名詞而已 小事情 看一看 欣賞完就好了 跟你介紹一下 海洋的地形 看一下 貝貝 了解一下 有個名詞叫做洋 一個名詞叫做海 就夠了 OK